全國公消總社領導到我市調研 台城重點項目進展順利 你好 歡迎收看台山新聞 下面是新聞局詳細內容 昨天 中華全國公消合作總社理事會副主任周天敬 就推進公消合作社改革和發展工作到我市調研 要求市公消系統發揮現有優勢 加大服務三農力度 再推農業經濟發展 周天敬一行先後深入到廣東全藝學院 港海新公消易用消化品配送中心進行實地調研 了解我市在公消市發展上的新思路、新造化 近年來 我市公消社在服務三農、網絡建設 促進發展、維護穩定等方面 都取得了較大的成效 先後榮獲全國五一勞動獎狀單位 全國公消社系統先進集體等一百多項的榮譽 特別是在服務三農方面 市公消社充分發揮17間基層公消社的作用 牽頭成立了41間農民專業合作社 搭建為農服務平台和載體 實施產前、產中、產後保母式服務等一系列的有效措施 幫助農民增收 其中 在產後農產品的流通上 市公消社在外省設立直銷點推銷 同時建立了農產品大客戶信息庫 為客戶免費提供食箱和訂貨、清糧、分裝打包、上車等系列化服務 每年通過各種途徑幫助農民推銷農產品近10萬噸 以後增加農民收入 另外 市公消社還投資300萬 興建了天潤農產品市場 打造農家康品牌 開展農產品深加工 並在全市推出11間農副產品平價商店 生物開展農超對佔 以後減少流通環節 評益了市場物價 保障了城鄉物資供給 周天敬對我市公消社 在組織農民和市場對接方面的積極探索同實踐 給予了充分肯定 同時 他希望市公消社進一步發揮系統資源優勢 蠟燭現有的服務平台 以托現有的優越生態環境 更好地踐行公消社的辦社宗旨 本地記者陳方寬 朱文昇報導 今年以來 唐城街道辦以盜逼項目為爭手 推動多個大型商作項目提出建設 加快城市經濟發展 提升城市的品位 位於新台高速公路台城出口旁邊的英皇廣場 是台城在建的最大的城市綜合體之一 該項目佔地約100畝 總建築免費20多萬畝 計劃總投資約10英 該項目是我市重點推動的倒逼項目 按照計劃 該項目今年年底要完成土方開幻 裝機工程 地下室等工程 並開展地上工程的建設 在各方的共同努力下 目前該項目已經提前完成 原計劃制定的上半年任務 現在整個項目已經完成地下室 下面的工程 現在開始在圍住宅的進度 我們整個進度 住宅部分 計劃是國慶那時推出 對社會推出開始預售 到我們的商業部分 計劃明年年中去投入開業 據了解 近年來 台城街道辦以雙住項目 和城市綜合體為招商重點 引進多個大型雙住項目 目前各個項目建設進展順利 今年台城在建的雙住項目 總共超過24個 其中大型的雙住項目 就佔了8個 總投資超過60億人民幣 按照市規定的節點 都全部按照節短完成 據了解 台城在建的各個大型雙住項目 按照城市規劃 合理分佈在台城的南區 東門和城北等區域 其中投資過億 甚至超過10億項目 有旭華時代廣場 嘉旺國際工館 風程上城等項目 而目前各個項目都按照計劃 如期推進 部分項目已經完成了主體工程 開始面向市場進行營銷 這些重大商駐項目的建設 預計將為我市帶來良好的經濟效應 並以後改善市區的居住環境 增強市區的聚集效應 提升我市的城市品位 本題記者黃章陽 曉智報道 我是職業高中 今天開始新生註冊報名 採取到各初中學校 直接接受報名的方式進行 據了解 應屆初中畢業生 沒有在學校報名的 都可以直接到各職校 直接報名註冊 今天上午 由我市各職高學校招生人員 組成的其中一個招生組 在赤溪中心學校 接受應屆初中畢業生報名註冊 赤溪中心學校的負責人介紹 該校今年共有170多名初中畢業生 其中相當部分 選擇職業高中 完成高中階段的項目 記者在報名現場看到 報名註冊的同學 對於學校和專業的選擇 都比較明確 直接就到心儀的學校攤位前 填表報名 同學們表示 各職校都提前到學校 進行過專業介紹 所以一早就跟家長商量好了 報讀的學校和尊嚴 我高幼稚 第三次就來 第三次就來 死教育局的工作人員介紹 今年我市職業高中招生目標是3800人 比去年樂有增加 為了方便應屆初中畢業生報讀 減輕農村學生負擔 在市教育局的同一組織下 我是各職高學校抽調招生工作人員 分成五個組 到各鄉鎮學校開展就地註冊報名工作 該工作人員強調 就地註冊報名結束之後 有意就到職業高中的初中畢業生 依然可以到各職業高中 直接報名註冊 市內各職業高中招生咨詢 和報名註冊工作 將一路延續到新學年開始期間 而在今天上午召開的 全國職業教育工作電視電話會上 更是進一步明確 要託寬職高生高層次教育渠道 在未來幾年內 逐步令職高生可以進入本科院後心做 乃至接受研究生教育 本題記者 朱文昇報導 年日來 市創民辦 公安 城監等部門 開展聯合執法 重點對我市市場周邊的 占盜經營行為進行專項整治 據了解 目前台城城區 共有大大細小的市場十三角 市場周邊又自發形成各類的小農貿交易市場 被不少的酒鬼小販提供了場所 在城西市場主幹道 新平安酒店以南的路段 這裡長約一公里的樓間空地上 被各種的攤位佔滿了 雞、鴨、魚、豬蓉、青菜組點 和衣服、玩具各應有盡有 每天這裡都是這麼熱鬧 原本可以小車通行的過渡 全部變成了市場 不僅影響交通秩序 還造成污水橫流、垃圾遍地 環境裝亂測 居民意見很大 而類似這種在市場外部周邊裝亂測 佔街亂擺亂賣的現象 長期影響居住環境和阻塞交通 我們敗活時代又不及格 敗到無路走 如果在高齡山間房間有任何適合 也不均衡 不好 連這些老闆 連這些老闆 還都要搶賣 想買一些東西 想買又沒有搶賣 現在這些老闆就肯定有意見 他有意見 分辨過了解 造成這一種在市場周邊亂象的原因 主要是這些走鬼檔的東西便宜 還有就是部分市場升級之後 市場將扣街的攤位改建為 經營工業品的商鋪出租 以獲得更多利潤 濟漸了農貿市場的經營面積 改變了市場定位 為此,負責聯合執法的有關人員表示 他們除了派人定點藉手、定期巡查之外 更重要的是採取疏倒分流的方式 引導這些流動商販集中經營 並建議市政府統籌有關部門 進一步加強對台城地區各個市場周邊環境的整治 根據各個市場的實際 將每一個市場周邊街道納入規劃範圍 將市場周邊環境整治 和創建文明城市結合起來 綜合考慮,不斷提升城市的管理水平 本地記者張直強報導 為了進一步加強與市民的溝通 普及燃氣使用安全自勝 今日,市城市管理共燃氣學會 聯合在台城環城南路小公園 開展便民服務諮詢活動 向廣大的市民傳授燃氣安全使用自勝 活動現場,五家燃氣公司的工作人員 內心地向市民講解、安全用器、應急處理措施等自勝 並現場派發宣傳資料 提醒市民日常用器的注意事項 使市民對燃氣安全使用自勝有了深入的了解 此外,為了達到宣傳效果 更短時間以來,市城市管理局還通過郵政網絡 向市民送去商場資料十幾萬份 針對近年來屢禁不止的黑氣 現場工作人員指出 無牌無證、鋼瓶破舊不堪、殘缺不存的 都是屬於黑氣 而這些黑氣一般還存在短根小卵 參雜、參架等問題 容易引起漏氣、爆炎等事故 如果說用戶在購買到假氣的時候 在使用過程中會明顯地發現 燃氣在煮飯的時候明顯熱質不夠 會看到那個火焰 可能藍色的成分會多一點 而黃色的少 這個比較容易分辨 再另外一個就是燒到後段的時候 可能會發現燃氣瓶中重量覺得還足夠 但是就是燒不出火來 這也是因為假氣當中 參雜有二假米等雜質的原因 針對近期我市出現的 以用戶燃氣法門質量不達標為由 推銷指定的品牌法門的現象 工作人員就提醒市民不要輕信 目前我們台山用戶的燃氣器具檢查 都有一個比較正規的過程 首先是送汽工送燃氣上門的時候 再幫用戶安裝的過程中 如果發現用戶的器具有損壞 或者洩漏的話 會記錄在案 同時真的用戶的同意協商一個時間 另外安排專業的維修人員 上面來進行檢查或者是更換維修 本地記者陳方寬 曉情報道 新聞播送完 想要的更多新聞資訊 請登陸白鋒網 三個W檔 tsbtv.tv 或者素描關注白鋒網微信 稍後日白鋒山下 再會 臺盛一場大雨 兩間民房被淹 食荔枝被走隔 靠不靠譜呢 車市銷售量穩充有升 加隔略降 MING PAO TORONO